王曼玉目标太大 被提他vs孙颖莎向王楠PK张一宁 小王回应太霸气 去年中国国拼女队在完成新老交替的同时 也在内部正式形成了陈梦 孙颖莎王曼玉三足鼎立之势 而王曼玉狂揽全运会 加世拼赛双料女单冠军 甚至被认为有望比奥运冠军陈梦 小魔王孙颖莎更提前一步夺得大满贯 近日WTT世界拼联采访了王曼玉 问到了一个让球迷十分感兴趣的话题 那就是王曼玉如何看待他与孙颖莎之间的竞争 像当年的王楠张一宁之争 众所周知 王楠与张一宁是中国国拼著名的大满贯 他们也是孙颖莎王曼玉这一代年轻选手们的偶像 能够被人比喻为当时的国拼绝代双交 这本身就是对孙颖莎王曼玉他们一种最大的认可 不过王曼玉显然有更大的目标 他霸气表示 他更希望今后会把别人比喻成当年的王曼玉与孙颖莎 这说明王曼玉孙颖莎等人虽然崇拜前辈 但是不想被当成别人的翻版 而是希望再拼弹成就新时代的伟业 没有超强意志品质的人 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 而且 王曼玉与孙颖莎由于年龄更相近 因此被球迷认为更像是一辈子的对手 那两人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王曼玉这次讲出了心里话 他表示 在场上两人是最好的对手 每次交手都得六局以上才能分出胜负 激发出彼此最强战斗力 而且 私下里 莎莎很随和 大家又是最好的朋友 可见 有竞争有友谊 这才是中国国拼顶流选手之间的相处之道 随着东京奥运会后叮咛的退役 国拼女队已经没有现役大满贯了 巴黎奥运周期里 究竟是陈梦后继勃发 还是王曼玉后来居上 亦或是孙颖莎最终爆发 估计只有时间才能揭晓答案了